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迪丽热巴电视剧公诉入围精英奖。 在光影交错的荧幕世界里,每一部作品都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情感的桥梁,而公诉这部剧。 以其独特的视角,深刻的主题以及演员们精湛的演技,尤其是迪丽热巴所饰演的安妮一角。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,更在近日成功入围精英奖,这无疑是对其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高度认可。 公诉作为一部聚焦网络诈骗题材的现代法治剧,它并没有局限于传统刑侦剧的套路。 而是将镜头对准了那些潜伏在暗处的网络犯罪,特别是近年来频发的绵北诈骗案件。 这些真实存在的社会痛点,通过剧集一一呈现,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,也深刻反思了网络安全与自我保护的重要性。 迪丽热巴饰演的安妮,正是这场正义之战中的关键人物。 她以一名专业女检察官的身份,用智慧和勇气,揭露了一个又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。 守护着法律的尊严与社会的安宁。 迪丽热巴在剧中的表现,无疑是公诉成功入围精英奖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她所塑造的安妮,不仅形象鲜明,更有着深厚的内心世界。 面对复杂的案件和狡猾的犯罪分子。 安妮始终保持着冷静与理智,她的每一次公诉,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 每一个字,每一句话都透露出她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和对法律的深刻理解。 更难能可贵的是,迪丽热巴在剧中的原声台词,更是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 她的声音清晰有力,情感饱满。 无论是激昂的控诉还是温柔的劝解,都能精准地传达出角色的内心世界,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 除了迪丽热巴的出色演绎,公诉的成功还离不开其扎实的剧本。 精良的制作以及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。 聚集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案件。 不仅展现了网络诈骗的多样性和危害性,更深入挖掘了人性中的善恶美丑, 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,也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光辉。 同时,聚集还通过安妮等角色的成长与蜕变,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。 鼓励观众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,要勇于担当,坚守信仰, 用智慧和勇气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幸福与安全。 公诉的入围金英奖,不仅是对迪丽热巴个人演技的肯定, 更是对整个剧组辛勤付出的认可。 她证明了优秀的影视作品不仅能够娱乐观众, 更能够引发观众的思考与共鸣, 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社会正能量。 而迪丽热巴所饰演的安妮, 更是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正义女神,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事,真正的守护与担当。 随着公诉的热播和入围金英奖的消息传来, 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关注并讨论这部作品。 他们被剧中紧张的剧情所吸引, 被安妮等角色的精神所感动, 更被剧集所传递出的社会意义所震撼。 可以说公诉不仅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, 更是一面镜子, 映照出了社会的现实与问题, 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 我们期待公诉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。 也期待迪丽热巴等优秀的演员,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同时,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网络诈骗等社会问题,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, 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 因为, 正如公诉所展现的那样,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守护正义的力量, 才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